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有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收集到 他们认为足以指控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 犯下税务欺诈 构枪虚假陈述的证据 接下来特拉华州检察官将决定 是否对亨特提出起诉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去丰伊恩上星期吹袭佛罗里达州 造成至少105人死亡 灾区人未完成清理 仍有近30万户电力供应中断 需物和饮用水等物资也短缺 总统拜登5号抵达当地视察灾情 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到场迎接 德桑蒂斯与拜登在多项议题上存在分歧 不过这次两人放下政治分歧 共同视察及听取地方官员汇报灾情 拜登其后在讲话中表示 现在只有一项工作 就是确保灾民得到所有重建家园所需的资源 并强调各界要团结一致 合作应对或虚实数年才能完成的重建工作 据报伊恩在佛州造成的投保财产损失可能高达470亿美元 是当地历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在海 随着疫情期间的驱逐保护令 即将于明年1月到期 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了一项 针对第13区价值300万美元的租金援助项目 据市议员介绍 该项目预计将为收入少于当地收入中位数80%的家庭 提供最多5000美元的补助 洛杉矶西区是拥有最多租户和多户住宅的区 在新规下收入不超过76250美元的夫妻 或收入不超过95300美元的四口之家 都将符合申请资格 市议会本周投票决定将在1月30日 结束在疫情下出台的对租户驱逐的保护措施 并将允许房东从2024年2月开始恢复增加租金 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 46%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在信用卡上留一些余额 比每月还清余额更有利增加信用分数 有研究者就指出这是对信用卡使用方式的最大误解之一 财经媒体CNBC报道指出 事实上任何金额的循环债务都需要支付利息 且通常是根据每日的平均余额计算的 此外还款余额还会降低信用评分 信贷专家通常建议借款人尽可能多的偿还债务 并将循环债务控制在其可用信贷的30%以下 以限制高余额对信用评分的影响 信用卡利率目前已超过18% 随着联储会继续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 到明年年初可能会达到20% 来自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四名宇航员 5号乘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龙飞船 从佛罗里达州飞赴国际空间站 开始为期150天的太空探索 并9号火箭搭载龙飞船 昨天中午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发射约9分钟后 飞船与火箭顺利分离 飞船继续航向国际空间站 火箭则自行返回地球 并安全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 按计划龙飞船将于今晚 抵达国际空间站 龙飞船是美国首架 由私营企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 往返空间站的载人飞船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 由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霍德 以表彰她勇敢且精准地揭开了 自己记忆的根源、梳理和集体约束 阿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北部小镇伊沃托 在一个工薪阶层家庭长大 从卢王大学毕业后 曾在中学担任教师 她从1974年开启写作生涯 内容包括有关法国日常生活的小说 以及非虚构作品 处女作名为空衣除 而第四本作品位置则被认为是 她在文学领域的一个巨大突破 与另一本著作《一个女人》一同成为了法国当代文学的经典 2008年出版的《悠悠岁月》更获得了全球范围的肯定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一项最新的研究称 今年秋冬有多少美国人将死于新冠 或取决于接种加强剂的人数 虽然基金会联邦基金最新发布的研究预测 在秋冬两季多达9万美国人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但如果接种疫苗率继续停滞不前 这一可能性则不大 根据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 到目前为止 只有67.9%的美国人完成了两剂出接疫苗接种 其中近半数的人接种了至少一剂加强剂 而接种了新版加强剂的人仅有760万 研究人员称如果80%的人接种新版加强剂 不仅可以避免9万人死亡 还可以避免93.6万人住院 并在6个月内节省560亿美元的医疗支出 然而按照目前放缓的接种速度 如果冬季病例激增到明年3月 可能会导致每天1.6万人住院和1200人死亡的峰值 随着秋冬季的到来 卫生官员警告称今年的流感剂或比往年更糟糕 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各种防疫措施 使流感在过去两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 但随着防疫限制的取消 加州今年或将面临更为活跃的流感季节 洛杉矶县卫生局长费雷尔指出 因为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且聚集越来越多 预计今年将比过去两年出现更多的流感病例 此外由于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可能同时大量传播 因此当局敦促民众同时接种流感和新版新冠疫苗加强剂 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称 流感通常在11月下旬或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活跃 因此卫生官员建议每隔6个月及以上的人 在本月底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 90%的美国人认为 当今美国正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 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凯撒家庭基金 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将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 评为最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 超过一半的人将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及成年人的严重精神疾病也视为危机 调查还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的主要压力来源 包括个人财务状况 以及当前的时事和政治事件 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 人际关系和工作是压力的主要来源 调查还显示过去一年中 约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接受过心理健康服务 而疾控中心的数据也显示 2021年近22%的成年人接受了心理健康治疗 高于2019年的约19% 加州警方周三证实 周一在加州莫塞德郡一家商店 被绑架的一家四口已经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八个月大的幼童 警方表示当局接到一位农民的报警电话称 在一个偏远的果园内发现了数据尸体 但没有透露更多的具体细节 当局已确定现年48岁的塞尔加多 为可能的行凶者 并表示他在绑架着一家四口后的第二天 试图自杀 在被捕时情况危急 目前警方仍在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 但希望地检官在起诉时能寻求死刑 警方还表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其他人参与此案 但依旧认为还有一人与案件有关 周三早些时候当局公开了一则监控录像 画面中嫌犯持枪绑架一家四口 并将他们带入一辆卡车中 一名普渡大学的学生周三因涉嫌 在印第安那州校区的一个宿舍内 杀死其室友后因谋杀罪被捕 普渡大学警局表示 该校一名学生在凌晨12点45分左右 拨打911报警电话向警方通报了死亡事件 随后警方在数分钟后逮捕了这名学生 据警方介绍 死者为该校数据科学专业大四学生切达 嫌犯为来自网络安全专业的一名大三韩国留学生 两人为宿舍舍友 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但初步的尸检结果显示 死者死于多处锐气所致的外伤 死亡方式为他杀 警方没有透露嫌犯的杀人动机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